民众党在昨天首都举办了国际新春酒会 柯文哲是第一次以党主席的身份 宴请超过15国的驻台时节 柯P向外宾介绍民众党 还刻意大抢台湾价值 在现场准备了各式台湾小吃台外十足 那么柯文哲也证实 今年原本是有访美跟新加坡考察的计划 但能不能够成行 还得看疫情上的变化 柯文哲更是公开宣示 民众党有志气成为执政党 全程英文致辞 柯文哲首次以党主席身份 向台湾驻台时节 介绍民众党先抢台湾价值大招牌 台日交流协会代表全裕泰亲自到场 乌尔战争下的另类受灾国波兰 派出驻台处长高哲睿代表外宾致辞 约15国代表与会 但柯文哲本人 想在市政上班中午休息时间 回归党主席身份 柯文哲揉揉头真的很累 却没妨碍 宣示要抢2024执政权 那我们有志气要成为执政党 为执政做准备 要跟这些外国驻台的使节 要去沟通 柯P现场体验润饼捲备料 民众党更刻意提供外国使节 台湾小吃 从卤肉饭到珍奶台味十足 但原本外界期待 柯文哲发表外交和两岸论述 酒会上只字未提 柯主席本人先前传出的 防美和新加坡行程 还得看疫情状况 疫情升温 柯P被迫 作证国内 2024总统大选 要争取外国支持 首场外宾酒会 成为其首饰 记者陈武祥高子谣 台湾报道